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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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黎明来临前 将命运看清 如果可以选择 重新做决定 你是否也会毫不犹豫 接下来有请红方选手 年龄22岁 身高173公分 臂展174公分 体重63公斤 战绩8胜4负 2011年全国青少年武术三打锦标赛 第三名来自明辉搏击俱乐部的张海顺 第三名来自明辉搏击俱乐部的张海顺 都比较熟悉 首先来说蓝方选手 景涛可以说是在2017年 海选赛当中表现非常精彩和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 我是看着他一路打到我们全新一代的正赛 说实话非常不错 很有冲劲的一个年轻小伙子 但是今天是他第一次打全新一代的正赛 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表现 而对手红方选手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 熟悉我们全新一代的全民都知道 算是我们的一位老人啦 来自明辉搏击的张海顺 那2018新的赛季期待他有那种新的表现 那到底会呈现出怎样一场对决呢 我们擂台上见 有请场导演赵妍 比赛现在开始 一 二 三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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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峰全新一代 我们是在河北省体育馆为您呈现 今天这是一场63公斤级的第一场淘汰赛 我是韩燕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KO女皇龚燕丽 大家好 我是龚燕丽 这场比赛的红方选手是来自明辉搏击俱乐部的张海顺 而蓝方选手来自新舞创新搏击俱乐部的张景涛 这两个选手刚一上来也不是打得特别猛啊 也是属于稳扎稳打 对 蓝方选手是第一次来到全新一代的这个擂台上 他是通过我们的海选选拔出来的一位选手 这个是我们推出的一个三级赛事 到一个膝 是直接一个后膝 一个后膝跳起来 就是一瞬间的事 王老被KO的时候也就是那么一下 太突然了 对 你看通过这场比赛觉得选手多打实战 对他们GN的经纬 适应这个擂台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对 一定要多打 张景涛是第一次来打全新一代 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 红方在第一局55秒TKO蓝方 比赛结果红方胜 恭喜张海逊 成功晋级下一轮 对今天的比赛结果还挺满意的 然后在第一回合的时候 TKO了对手 然后第一场的体能消耗不是很大 然后会对我第二场的发挥 会有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我要去看一下对手的比赛 然后好好休息一下 在争取在决赛中干掉对手 拿到冠军 接下来登场的是 李显超对阵月恒 胜出者将与张海逊进行一场 新锐挑战赛晋级赛 武林峰只全金一代 精彩继续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63公斤级四人战第二轮 第二场的比赛 首先有请蓝方运动员 年龄21岁 身高170公分 臂长169公分 体重63公斤 战绩八胜两腹 来自西安工艳丽搏击俱乐部的 月恒 大家好 我是月恒 来自西安工艳丽搏击俱乐部 拳击是勇敢者的游戏 面对年轻的对手 我不能生事 我会在赛场发挥真正的水平 将他祭祷 我是月恒 接下来有请红方运动员 年龄18岁 身高175公分 臂长176公分 体重63公斤 战绩三胜一腹 来自伊龙奥与搏击俱乐部的 李显超 来自伊龙奥与搏击俱乐部的李显超 三胜一腹 当新比赛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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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轮的进攻让李显超显得有点招架不住了 其实这个时候李显超应该怎么样做呢 如果说他们抓得到迎击的话 如果说抓到一拳迎击的话 这个月恒就不会进攻的太猛 但是对于新运动员来说 他的经验毕竟在这 不一定会抓到这个机会 对 但是我们红方选手这个精神也是 也是让一些新的运动员值得学习的 他一直被在打 但是一直还在坚持 还在坚持 18岁 连击二三四 还是差了一个点 总是两拳一个节奏的话 会让对方松了一口气 如果说一打连击的话 如果说打连击的话 一下一下一下 连续拳 四拳五六拳的那种打 对方可能就是受不了 有点可惜啊 工业力还是略危险的 比运动员还要紧张 对对 你不能因为是你运动员的 因为他们是第一次 第一次来登上我们 全新一代的这个比赛当中 我还是多多稍少会紧张 比我自己打比赛都会紧张 好 双方进入到了 第二局的对抗当中 然后加个前转器 约恒一上来的这个心态 还是比较放松的 对 其实运动员就应该这样 在上场之前 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态 调整到最好 调整不要让自己太过于紧张 如果太过于紧张 对于幸运来说 在场下练的所有的东西 就发挥不出来了 对 一个放松的心态 还是比较利于自己的 发挥的 红方选手李简超 他也属于一个慢热型的选手 你看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面对越恒 那么强烈的进攻 他其实是有点招架不住了 对 可能是 可能是越恒进攻的节奏比较快 对 反应时反应不上来 对对 也本身自己是慢热型的 没有适应这个节奏 刚好抗 连级四拳连级四拳连级 给我戒 连级四拳连级四拳连级 其实新运的员还是新运的员 如果说抓不到那个机会的话 永远就是说KO不了 重备爆了 其实你已经看到这个蓝方 远红会有很多机会 可是他抓不住 停下来了 对方或者说差弃 然后他又停一下 打一下他又停一下 他永远没有给对方 总给对方流落一条活路 对对 现在这两位的节奏慢了下来 如果一直进攻节奏太快的话 体能会出现 对对他们体能也会下降的特别快 的确是年轻的运动员 你看刚刚鸿方选手李简超那个跳膝 明显的动作没有那么规范 对对对 打动作还是不够冲 没有冲击力 作为63公斤级的这个级别 男孩子打动作一定要快 除了就是稳准很之外 动作一定要有冲击力 力度力度不够的话 对一些扛击打 扛击打就是比较好的运动员 那是很难KO的 你可能一直打他就一直挨 挨了下去也就是这一局就扛过去了 好还有10秒 来 我觉得这一局就是月恒的节奏 就太慢了 他应该继续保持着 到第一局的那个状态 体能会多的高度的下降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给了 对手已经喘息的机会了 李简超本来就是慢热型的 那你给他这个时间 让他慢慢的去适应这个比赛节奏 之后你就不占优势了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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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 这个第三局 这个第三局应该是双方的指导教练都比较着急吧 那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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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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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和上一场比赛获胜的选手 来争夺今天的新锐之星 拿到新锐之星的奖杯 也就意味着拿到了 像新人王挑战的 四拳四拳 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吗 对 他总是两拳一点 两拳一停 那个节奏总给对方留一个活路 其实KO的时候 一旦压制对方 是不给对方留活路的 对 对 你看当他把对手已经压到这个 来到脚的时候 应该继续的 没有找到机会 让对手抖出来 往往这样的选手 一旦死壳死壳的话 打四人战或者八人战的话 对他们就 就会有很大的伤害 对 因为体能 体能这一方面 击打得多了 就会受伤 对 受伤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对 对 进攻 进攻 哇 这个时候就又出现了 同方压制这个蓝方的这个局面了 对对对 这个时候越恒应该怎么样办 其实移动当中一定要进攻 如果 如果他能把我就是平常教他的能运运出来 温硬 一点问题是没有 但是今天来看 越恒 把你平常教的发挥出来的多少 呃 各一半吧 他本身 他本身训练的东西啊 他本身训练的东西有 因为他每个运动员都有一套自己的打法 对 就是说教练员教育人员的时候也是因人而异的 不可能说一个人 呃 同样的方法交易全人 对 同样的方法交易全人 这是不合理的 对 对 在打之前 在打之前 我会就是针对他这种训练方法 适合什么样的打法 对他进行训练 对对对 别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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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还有十秒 还有十秒 一个十秒 一个十秒 快点 快点 就看他们两个的比赛 我们就看到了 新人对于这个擂台经验的缺乏 对 新人往往是 不光是对这个 比赛上经验缺乏 抓不住 下面宣布本抗比赛结果 1号裁判员28比29 2号裁判员28比29 3号裁判员28比29 比赛结果 蓝方胜 恭喜月恒 成功晋级下一轮 首先这场比赛我打得特别紧张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也来到现场看我的比赛 总体的效果来对我来说 打得不是很好 但是下一轮的比赛 WRF会竭尽全力 全力以赴 WRF中国区新锐挑战赛 刚刚结束的63公斤级淘汰赛 在去年8月13日63公斤级新人王金腰带争夺赛中 被对手陈赛TKO与金腰带失智较病 此次卷土重来 经过系统训练的张海顺 在第一局进行到50秒时 用一记漂亮的飞机TKO对手率先拿到决赛立场券 拿下首场胜利的张海顺 心情比较轻松 教练也对他接下来的比赛胸有成竹 张海顺也属于一个 我发现他的戏法和他的中少还是比较有力度 相信以后会走得更远 今晚晋级的另一位选手月恒 与来自伊隆奥与搏击俱乐部的李显超 敖战三局 最终以微弱的优势拿下比赛 总体的效果来对我来说打得不是很好 在第一回合打的时候有几个中击我打到了 然后想追他的同时 但是我觉得当时心里的想法太多了吧 激烈的比赛使月恒腰伤复发 但是在同行父母的照顾和鼓励下 也使月恒心里有了一丝温暖 儿子前段时间才打比赛 肋骨本来就是有点伤 身心还没恢复好 我觉得他这次打比赛状态还可以 心态也好 他已经尽力了 月恒加油 晋级之战即将打下 两位选手一路披荆斩棋 来到决赛 谁将成为WRF63攻击级新锐之心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随着这些比赛的不断的深入 我看着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擂台上 有欢笑也有擂手 有汗水也有血水 他们一步一步从全国海选赛打到了正赛 在从正赛一场一场拼到最后的新人王争夺战 最后能拿到金腰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一方面是感叹比赛的激烈 另外一方面也感叹这种激烈竞争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当然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梦想而战 可是比赛终究是比赛 这就是竞技体育本身的魅力 这也是我们WRF自由搏击的一项魅力 那接下来的比赛将更加精彩 我们要进行的是WRF中国区新锐挑战赛 2018赛季63公斤级晋级赛 让我们共同有请红蓝双方运动员 岳恒张海顺登场 两位选手已经就位 到底谁能够晋级 接下来由金赛台湾员赵岩 比赛现在开始 好 这是63公斤级的晋级赛 红方选手来自明辉搏击俱乐部的张海顺 蓝方选手来自西安 郭艳丽搏击俱乐部的岳恒 但凡有你的运动员出场 你就分外紧张我觉得 对 我会紧张 因为毕竟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全新一代比赛 第一次登台嘛 可能经验上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对 经验上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他们打之前我就要告诉他们一定要放开去打 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太过于紧张 所以我觉得你首先得放松 输赢没关系 先把输赢 一个运动员要想打得好 先把输赢抛开 对 其实张海顺在15年的时候 打过我们全新一代 那么时隔几年之后 他再次回归到全新一代的擂台 不知道今天他能不能拿到这个薪水之星 不过有一点可以跟郭艳丽透露一点 因为张海顺他是散打系的运动员 所以在 他比较快 对 但是在上一次比赛当中 我们有一位对手就特别的聪明 就打乱了他这个散打的节奏 从而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其实今天我觉得月恒也可以试一试 去打乱一下他的节奏 哇哇 其实散打改为这个自由搏击啊 嗯 呃 三达的优势就是快 嗯 呃 快打得比较巧 呃 还有一个就是击打的相比 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一点 嗯 但是他没有自由搏击的硬 嗯 没有他没有自由搏击呃动作多嗯 没有自由搏击的动作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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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比赛的第一局 所以可能 嗯 试探的比较多一些啊 哇 好 一个废墟 2 3 4 5 5 7 7 8 8 8 好 比赛继续进行 好 还有10秒 最后10秒钟 好 好比赛时间到 冰局结束 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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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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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局第二局进行到这个时间 两位的进攻并不是很多 可能都是在寻找机会 尤其是在第一局当中 月恒的一个跳戏 给对方一个独秒 所以在这局当中 我发现了两次 他还想使用这个同样的招数 但是没有能够那么有效 可能是这个距离 对 月恒在第一场的时候 他的那个肋骨受到了重击 有可能他也在担心会再次挨到重击 其实还是应该放开去打 不要再等了 在经验上月恒肯定不如张海顺 但对相比 但今天月恒 表现还是不错的 第一次登上我们的那个权益一带的擂台 还是挺沉稳的 对 很冷静 好 还有十秒 加油 加油 两位 好 时间到 好 时间到 好 现在是第三局的对抗了 对 第三局应该是不留体能了 对 还是不要再等了 因为第二局你看两位打的就太过于冷静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三 三 八 九 六 估计很难再坚持了 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 红方在第三局15秒TKO篮方 比赛结果 红方胜 恭喜张海顺 获得胜利 成功晋级下一轮 有请英牛饮料有限责任公司 程德总经销 袁立国总经理 有请优扬饮品石家庄经销商 冯进闪总经理 为选手来颁奖 这次比赛 然后第一局让我被数了秒 然后在逆境中 到了第三局我KO了对手 这一次的比赛 我感觉自己在就防冷冻中 还需要再加强一下 回去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备战 我的目标是拿到新人王尖腰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